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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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和老鼠向来是死对头 鼠鼠的人家里如果摆放招财猫 无形中就会对自己有一种威胁和压抑 在这样的环境中 鼠鼠人必然不能安心下来工作和生活 而且还会觉得像被人监视 其实都是招财猫引起的心理作用 所以鼠鼠的人家里不适合摆放招财猫 三 鼠鼠的人 鼠也是猫科动物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也是性情相近的 但鼠的气场要比猫强得多 鼠鼠人亦是如此 鼠是干大事的 像招财猫这种小物 并不适合鼠鼠的人的性情 相反放在家里还会影响鼠鼠人的失业运 所以鼠鼠人最好别在家里摆招财猫 招财猫虽然有招财纳服之意 但是在摆放过程中也需要注意一定的风水讲究 摆放的好也能更有利于风水 三 不同颜色招财猫的风水去移 一 白色 西方人觉得白色能给人带来信誉 而东方人觉得白色是纯真的象征 白色招财猫能带来偏财运 二 金色 市面上最多见的招财猫颜色 中国人觉得金色代表的是财富 在家中摆放金色招财猫能旺财催运 三 蓝色 比较罕见的招财猫颜色 蓝色主要针对的是事业 有助于政裁 四 粉色 粉色代表的是爱情 想要招桃花增添感情运势 不妨在家中摆放粉色招财猫 五 红色 人体血液的颜色 只要有血液流通身体健康 才能适时顺利 六 黑色 一般在车里摆放的是黑色招财猫 主宝又命主一路平安 四 招财猫的摆放禁忌 一 招财猫要摆在财位位置 招财猫摆放在家中财位的位置 会具有更强的招财作用 财位是家中财气最强的地方 把招财猫摆放在家中的财位上 能够加强财位的招财作用 二 招财猫不易正对卫生间 招财猫在摆放的时候 不能够对着卫生间 因为卫生间在风水穴中 来说是会污之地 内部的气场是阴暗以不吉利的 如果招财猫对着卫生间 卫生间中的气流 会被聚集在招财猫附近 虚弱招财猫的吉祥气流 不利于招财猫招财纳福 三 店铺里的招财猫 摆放是一面箱店门 店铺使用招财猫的频率 会比家宅的要高得多 因为前者更需要借助他的招财能量 摆放店铺的时候 由于招财猫是用来招揽客人 所以摆放门口是最好的 如果选择的是 举左手的招财猫 则是客多财定的寓意 如果是举双手 或者是双手举聚宝盆的招财猫 则是财富双收的含义 摆放店铺或者办公室 举左手的熊猫比较合适 有助于招财忘失业运 4.摆放在客厅醒目的位置 家居摆放招财猫 通常来说 是以摆放在客厅醒目的位置 方位以坐北朝南为家 可以摆放在家中客厅的电视柜 对门展示柜 门口鞋柜上 尽量靠近门口才能裁员广进 招财猫在家中摆放位置 最好是进门就能看到的位置 用它来聚集财气 福气和运气 很多人都不信邪 觉得自己喜欢就好 虽然招财猫能够招财招福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放招财猫 今天介绍的风水禁忌和寓意 就很好的诠释了 为什么能放招财猫 5.收银台上摆招财猫 很多店铺老板都会在收银台上 摆一个招财猫 其实店铺最计在收银台上摆放招财猫 以为摆了招财猫才一定来 但其实有画折天足之意 可以摆放在收银台的旁边 这里财气较少 招财猫能起到招财作用 6.店铺门口摆招财猫 在店铺门口也可以摆放举双手的招财猫 或者双手举聚宝盆的校服招财猫 财服双至 或者在招财猫胸前挂着一些精灵 也有开运招财招服的意思 并且还能起到吸引顾客的作用 能很好的招财 7.摆在客厅 典型的招财猫大多用于摆放使用 如果想要让招财猫为家人带来财运和福气 那么在客厅摆放则是不错的选择 摆放招财猫的时候 最好就是靠近家宅的正门 能够一进门就看到它 又或者是摆放在客厅比较醒目的地方 例如电视柜上 若是能摆放在客厅裁卫上 那必然是极好的 以作备朝南为家 这样的摆放方式 有助于增强招财猫的正能量 好为家人运势保驾护航 8.随身佩戴 说到招财猫 很多人都会马上联想到 用于摆放的大个头 其实招财猫也可以很小致 方便随身携带 常见的有手机挂绳 车饰品 以及项链和首饰 这些体积小个的 能够帮助我们提升个人的运势 具有招财的效果哟 5.招财猫的首饰和图案介绍 招财猫的摆放位置 与用途有关和招财猫的首饰有关 根据招财猫的使用目的和首饰 购买招财猫 以及确定招财猫的具体摆放位置 1.招财猫举左手右手 举右手 举右手的是公猫 象征招财进宝带来好运 举右手招财 举左手 象征广洁善缘 人潮滚滚而来 举左手招服 2.招两只手的招财猫 如果两只手都举起来 就表示财符能一起到达 手举的位置较低 靠近脸部 可以招来近处的幸福 手举的位置高超过头部 可以呼唤远处的幸福 3.挂精灵和闭眼的招财猫 精灵代表开运招财招服 缘起的意思 闭眼猫代表招近财 睁眼猫表示招远财 4.招财猫图案具意 除了颜色具有不同的含义之外 其实图案也有所讲究 比如带有宝传图案的招财猫 是财源滚滚的寓意 有详音图案的招财猫 象征的是梦想的实现 表示有希望 而归鹤图案的招财猫 则是健康长寿的含义 直到图案的寓意之后 挑选的时候 更加容易有针对性的选择了 下面大佬就给大家具体讲讲 锣鼓 锣鼓一响黄金万两 金蕴扇 金蕴随风来 宝传富有一帆风睡 仙规仙赫健康长寿 富士山应 伟大的理想和抱负 鲤鱼金鱼 年年有余吉祥如意 葡萄丰盛盛的收获 还有多子的意思 茄子实现愿望 葫芦 福禄的意思 铃铛开运的意思 金筒招财尽宝 竹笋象征事业进步 节节高升 松梅花 象征着吉祥如意 福寿延年 樱花恋爱顺利 据传 每只招财猫招来的好运 都有尚未期限 最长两年 不过此说被认为是 商人促进淘汰 流通的经营策略 看来招财猫本身 就是商机无限的 招财猫咯 四百多年发展演变 招财猫已经 不再局限于 固定的神态和动作 颜色也开始多样化 大小各异 而且各类造型 明目繁多 比较常见的几种有 月度猫 节气猫 春夏秋冬猫 开运猫 励志猫 幸运猫等 所以招财猫 一定不要乱买哟 要挑选正确 再进行购买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净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